大家好,今天咱们来聊聊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,就是三四线城市的消费情况。 你说这三四线城市的消费到底强不强呢?咱们一起来瞧瞧。 咱先来说说这三四线城市消费是不是真的强?从整体来看啊,还真挺强的。 你看啊,2023年全国社领体量是47.1万亿,这一线城市占比是11.6%, 二线城市占26.5%,三四线城市占了61.9%,一二线合计占38.1%。 到了2024年上半年,全国社领增速是3.7%。 咱以2023年社领体量为权重,算一下各能及城市上半年的增速, 发现一线城市社领增速加权平均是0.67%,二线城市是3.13%。 一二线合计增速是1.98%,而三四线城市社领增速达到了4.76%。 这么一笔,明显今年三四线城市社领增速比一二线强啊。 还有微观的商铺数据也能说明这点。 你看那布局偏县城的吴越广场,人家租金收入增速可高了。 新城控股公告说啊,一到七月租金收入累计同比增长了19.2%。 再看那布局偏一二线城市的太古地产商业零售,增速就低多了。 上半年,北京三里屯太古里零售增速才3.5%,广州太古会增速竟然是9.4%。 北京移滴港增速3.8%,成都太古里增速是17.2%,上海星夜太古会增速19.6%,上海前滩太古里增速只有0.2%。 不过这里得说明一下,上半年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北区,上海星夜太古会,成都太古里都在进行结构改造,部分店铺关闭,这对零售也有影响。 再从自身历史趋势来看,三四线城市的消费增速或许刚刚平于历史趋势值。 从2012年到2019年,三四线设灵增速从14.4%降到了8.5%,平均每年下降0.84%。 要是从2019年开始往后类推,到2024年增速可能就降到4.3%了。 但实际上,2024年上半年,三四线城市设灵增速是4.76%,和这个推算的增速差不多。 而且啊,三四线城市内部的分化也挺大的。 咱给每个省都算一下,该省的三四线城市设灵增速,方法就是用该省的设灵减去该省一二线城市的设灵。 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重庆这四个直辖市不参与计算。 黑龙江、西藏、甘肃、宁夏、青海、新疆就用全省的数据。 今年上半年,省内三四线城市设灵增速超过5%的省有12个, 像辽宁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四川、贵州、陕西这些省。 但省内三四线城市设灵增速低于3%的省也有9个,包括山西、内蒙古、黑龙江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。 这里边海南、青海的增速还是负的呢? 那为啥说三四线城市消费强于一二线,不是因为地产先起稳呢? 咱先看看房价,参考统计局的70大中城市数据,新房方面编制定基指数。 今年已来到7月,一线城市新房房价下跌3%,二线下跌3.4%,三线下跌3.8%,你看三线下跌幅度比一,二线还高呢? 二手房也是,编制定基指数,今年已来到7月,一线城市二手房房价下跌5.6%,二线下跌5.2%,三线下跌5.2%,一线下跌幅度最大,二线与三线跌幅相同。 再看销售面积,从三十大中城市的数据来看,今年上半年,一线城市累计销售增速是31.4%,二线城市是39.7%,三线城市是37.5%,三线城市销售面积降幅也挺大的。 再看分省数据,观察是不是人均可支配收入越低的省份销售情况越好,想以此佐证三四线城市销售可能已经齐稳。 但从一到7月数据来看,各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,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并非复相关,甚至还有微弱的正相关关系。 你看,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江苏这些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的省,住宅销售面积增速反而更好一点。 那三四线城市消费强于一二线,可能与哪些因素有关呢? 咱先来看看人口因素。 2023年常住人口数据显示,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之比是5.9%,二线城市占19.3%,一二线合计占25.2%,三四线合计占74.77%,近几年全国人口增速都在放缓,不过三四线放缓的幅度比一二线小。 咱把2021到2023年的人口变动情况和2017到2019年做比较,三四线城市2021到2023年年均人口增速是0.3%,比2017到2019年的0.02%低了0.27%,但一线城市2021到2023年年均人口增速是0.08%,2017到2019年是1.58%,差了1.5%, 二线城市2021到2023年年均人口增速是0.81%,2017到2019年是2.06%,差了1.25%,你看,人口因素对一二线的消费影响比三四线大,所以这可能是三四线城市消费强的一个原因。 再说说收入因素,收入可是影响消费能力的重要因素,咱先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。 以常住人口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参数,可以计算各城市的居民可支配收入。 2023年的数据显示,一线城市可支配收入占比是12.1%,二线城市占24.7%,三四线城市占63.3%,再看各个城市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,以2023年的可支配收入为权重,计算加权后的增速情况。 上半年,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是5.4%,一线城市增速是4.55%,二线城市增速是4.85%,一二线合计增速是4.75%,而三四线增速达到了5.77%。 你瞧,三四线城市居民收入增速高于一二线呢? 还有居民杠杆率也得说说。 央行2021年有个工作论文提到,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基于Buildly不完全市场模型,估计不同杠杆家庭在面临政府收入冲击时的边际消费倾向。 研究表明,第一,高杠杆对家庭消费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。 第二,相比收入上升冲击,高杠杆家庭对收入下降冲击更敏感。 咱再比较一下中国各能级城市的居民杠杆率。 2022年年末,全国住户贷款是74.9万亿,一线城市占比14.3%,二线城市占29.7%,三四线城市占56.1%。 就居民杠杆率来说,2022年全国是62.2%,2023年是63.5%,一线,二线城市分别达到72.4%,74.4%,一二线合计达到73.7%,这和发达国家相近。 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,2022年发达经济体居民部门杠杆率是73.5%,而三四线城市杠杆率是55.4%,远低于发达经济体水平,略高于新兴市场水平。 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,2022年新兴市场居民部门杠杆率是48.3%,所以三四线城市居民杠杆率低,这可能也是消费强的一个原因。 再来说说消费倾向,收入与就业的稳定性可能会影响消费倾向。 咱先看失业率的波动情况,假设用36个月的失业率的波动率来衡量就业稳定情况,会发现2022年以来,31个大城市的失业率波动率有所上行,而全国的波动率趋于稳定。 这可能就反映出三四线城市的失业率波动率更低。 再看收入增速的变动情况,2020年以来,受疫情因素影响,收入增速变化挺大。 要是用2020到2023年4年的复合增速,衡量当下的收入增长预期,用2016到2019年的收入复合增速,衡量疫情前的收入增长预期,再以2023年设定体量为权重。 各能级城市对比一下,会发现一二线的预期变化可能高于三四线。 比如说,一线2016到2019年的收入增速相比2020到2023年高3.55个百分点,二线高2.67个百分点,而全国仅高2.47个百分点。 估算一下,三四线可能高2.19个百分点。 这里得说明一下,沈阳、大连、长春、南昌因为数据缺失,咱假设他们的增速变动与全国情况一致。 最后再说说消费供给。 对于三四线城市来说,供给增加可能也会增加消费倾向。 从全国层面来看,2022到2024年,批发零售业投资增速三年复合是4.7%,住宿餐饮业投资增速三年复合是16.2%。 这增速比2017到2019年的三年复合增速要好。 分城市能级来看,批发零售业,2022到2024年,一线平均负荷增速是11.8%,住宿餐饮业。 2022到2024年,一线城市平均负荷增速是4.7%。 这可能就意味着批零住宿餐饮的投资在下沉。 再看微观的案例,比如说餐饮行业的瑞幸,根据极海品牌监测的报告,截至7月31日,瑞幸咖啡在中国大陆区域的门店已逼近2万家门店,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增长了75%。 过去一年,瑞幸咖啡已基本完成了对全国地级市的全覆盖,实现了四线以上地级市的100%覆盖,以及五线城市78%的覆盖率,整体城市覆盖率达90%。 再比如零售行业的休闲零食,根据卓氏咨询的《2023中国零食量饭行业蓝皮书》,2010到2019年线上渠道崛起,2019到2021年线上线下并行发展。 2021年至今,线下创新模式大热,零售很忙等量饭品牌迎来发展爆发期。 好了,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,关于三四线城市消费的情况,大家是不是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呢? 希望这些信息对大家有所帮助,咱们下次再聊点别的有趣的话题。